故事一開始就是上一集魔戒村的結局 阿瑟救了公主 然後就留下公主在城堡 事件過了三年之後 那些魔物又入侵了城堡 那就是這個故事的背景 第二,真是現實世界都是過了三年的 因為第一集魔戒村是1985年退出 而這一集大魔戒村是1988年退出的 即是三年,即是過了三年 現實世界都是三年 那這一集是要救回公主的靈魂 從這個魯西法的手上救了靈魂 完全是一個有不同的系統 和魔戒村 操作方面多了向上射和向下射 另外還有就是 除了向上射和向下射 除了本身的規格 另外還有金規格 當你有金規格的時候 就可以發動一些必殺技能 在推出這個遊戲的時候 一期兩集都還未出出 Street Fighter 2 未有Willy Super 第一次 嘩 罵的Super 就是露典 玩這個遊戲 其實 那個重點就是 你真的不要在等 那你一等的時候 會有很多你猜不到的事 那我這次玩的難度 是Hardest 都是最難的 那就 那大家看看我怎麼玩 那就 其實我真的練了一段時間 才可以 爆到幾個 那大家看看 那 還有 這個遊戲 你要有很多地方去開寶箱 那開寶箱就會 可以 可以 咦 有劍仔 劍是這個遊戲中 最強的武器 是強到 呃 即是最強的武器 就是你有它 基本上 所有的敵人都容易打到 那另外 同時間 這個遊戲最 最厲害的敵人是什麼 最厲害的敵人 其實就不是 紅飛魔 咦 那就過了第一關 最厲害的敵人是什麼 那 我等一下說 我覺得最厲害的敵人 就是 武器 這些武器 是最厲害的敵人 你要避開那些武器 即是 你不小心拿了火 那你就 呵呵 你面對的困難 比任何一隻敵人大 那 所以就 你只要 一直保持著 這把 可以用到的武器 比較有 唉 真是 但是 如果想看到那些 無雙的影片 這個不是 我就說一下 其實你看我 不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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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進化 不回頭 咦 第一次看到紅飛魔 他這隻穿過衣服 哇 搞定 都是 4 4 劍才殺死 那 還有這個遊戲 哇 差點死 這個遊戲 真的 他很考慮 用的 他很考慮 要走得快 之餘 其實 重點就是 你不要心頭氣吐 即是 有時你真的 一些衝動 你急一點點 你又要快 又不要急 你明白嗎 其實 那個技術要求 就跟第一集不同 第二隻大佬 哇 這個火 火湖 司機龍尼 搞定 有劍就要處理 今天過了第二關 今天最大的敵人 是 寶箱和 那些 你不要的武器 哇 你不小心拿一把短劍 你真是 死得了 那好吧 突然間這個遊戲 由魔戒村變成 我覺得這個遊戲 是什麼 現在這個遊戲 是 烏鷹機的 你覺不覺得 突然被我向上 他就射 衝過來 然後 你就要 避開子彈 突然變成射擊遊戲 完全是 不是動作遊戲 有些地方有寶箱 其實還有很多寶箱 我沒有開 可以強 因為其實 寶箱也是一部 在這個遊戲裡面 我覺得 那些武器是敵人之外 寶箱也是敵人之外 因為 你開到寶箱 不小心 就會有 魔法師出來變你 變你做老人家 變你做鴨仔 甚至 好像變你做美女 女仔 那另外呢 就 咦 除了 是一些 魔法師 如果不是 就一些 你不要的武器 如果我現在拿劍的時候 所有武器我都不要的 其實開本身是多餘的 所以你看我經常開都不開 你都不開 除非你受了傷 希望他會衝回規格給你 否則你真的不用開 還有這個遊戲 基本上 都不是 最主要的敵人 都不是 那些怪物 飛來飛去的那些 最大的敵人 是背景 就是這條舌頭 你現在又要掉下去 全部都是 這些位置 上面的石匠 嘴巴會吃掉 那你走下去 就會被你吃掉 挺危險的 嘩 當年玩這一關 不知道死多少次 嘩 嘩 差點掉死 不知道死多少次才過得到 其實都是一些危險動作 即是為了救公主 什麼玩意 嘩 差點 搞定 好 第三關 大哥 那個 這個 暴風眼 有點滑 有劍就容易出來了 一陣子就搞定 好了 第四關 這關 其實那個難度也挺高的 為什麼呢 就是 我覺得你好像 嘩 這個如果是一些你不要的武器也挺麻煩的 其實呢 你打敵人的時候 尤其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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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大件的傷呢 漏了一件武器呢 在你結晶之路那裡 那你是大事 這個補償我一定跳過的 為什麼呢 嘩 你等一 不知道拿那把什麼 有把武器在那裡 你又要跳 然後因為那個武器 害死了 嘩 嘩 嘩 這裏都是 一次性的腳快 很多 向前走 這裏有時候 那些快之餘也不可以看 因為這裏突然又 開一堆 這些 有些人可以完全 一 什麼都不理 一條隻龍跑過去的 我看到 但是 我又不想這樣玩 還有這個遊戲 真的是 如果你想不死 而爆機 還是最難度 難度最高 其實都是 要靠運氣 還有我剛才說 不要心頭起錯 又跌死 又 側了不好的武器 然後 起碼恐怖會害死 還有 你上面那些 尖巴那些 那些結晶呢 是刺死人的 大家都知道 那 那 牠會害死你 以前死亡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第一次找 嘩 這些寶箱全部是開的 因為我已經拿了最強武器 加上金龜甲 那些寶箱全部對我來說是沒有用的 跳 嘩 這些寶箱全部跳過去 沒用的 沒用的 又要避重 咦 那 這裡 有劍 有劍就是二個了 嘩 你不是用劍都難過 因為 卡特斯其實很難打的 那些敵人 那些 那些 即是 他要追著你那個 那個 在這個時候真的要用分手 有幫助 那 所以想辦法打掉那五個蟲鬥的洞 那隻眼 那 是唯一用劍呢 你就可以包在旁邊這樣 嘩 差點死了 幸好 向下打了他 不就掉了 就輸了了 去到旁邊那裏 劍有 因為有高低落差的射器 那 有三個方位射 所以你可以靠這裏 因為他又真的會打你不到 咦 這樣說了 他是不會撞到最邊邊那裏 所以 劍是可以這樣蹲在旁邊 然後 向中間射 那麼 第五關 嘩 其實我覺得這些龍呢 是很討厭的 他是會 不斷地跟著你的 你不要想著 他會自己走的 有時候 有時候他是會走 一路追著你 然後哪個腳底都有 那麼 對著那些紅飛魔友分身 其實有個好處就是 安全一點 多個分身 比較容易密集一點 他都比不了那麼多 從第一集比 我覺得他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那些方位 沒有那麼 原來我兩隻 是太多分身 沒有分身就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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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去到這一關 我只可以說 如果你有劍 其實還會很容易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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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 記得不要經常亂跳 如果你亂跳 其實你會 即是你第一集 你會經常習慣跳 但這一集你其實要忍著不要跳 這裡 它有個Pattern 你跟著它 這個Pattern 你記住它 它會不難的 那我是用什麼手掣打的呢 我是怎樣玩 那我是用一個PS4手掣打的 沒有什麼綿射的 沒有的,只是用手掣 你不要看我按得好像很快 所以我就這樣用手掣打的 那這裡有個分身 其實這個位置很容易死的 它兩隻夾著它 尤其是你打Hardus那個難度 而且你不要這麼急 你以為好像很容易吃它 其實是它那個斜射下來的 很容易死 所以你以為我不敢收拾一下 分身 這個是第一關的大哥 第一集的大哥 去到這一集就是羅西牌的 的手下 它好像第一集打的 第二集好像比較厲害 兩隻出來的 反而上一集的殺蛋 我其實很想看到太大人 它會在超魔界天日出群 不過也不是大佬 這個小龍蟎 照上去 欸,它是一隻蜜蜂 哇,這隻蜜蜂 很難打 不過你又看到 你用龍蟻蜂蜜 其實幸運 因為它那些不過定性 嘩,幸運 它剛剛在我前面那裡 搞定 今天結束了第一週目 你也知道這個遊戲 第一週目是熱身的 才是第一次所謂的爆擊 其實還沒爆擊 你要從頭到村莊 再過去你才完成遊戲 他也跟你說 回到老西法 你要回到村莊 拿那個武器 那個 公主祈禱給你的武器 那個武器其實是最強的武器 不過 他沒有上一集的 和這麼短的距離 但其實他有些不好的地方 我不會長期用那個油武器 我會用劍的 到最後才轉 你不用 就像上一集一樣 你不用指定的武器 打 他就會不讓你過關 就要回頭 這隻鳥是你二週目的武器 今天是二週目 就是這個 這個 來到 其實二週目 那些敵人的頻率是高於第一集目 很多 你看到現在第一季 最多的死神 其實多很多 好 其實好像第一集魔戒圈 嘩這把劍真是厲害 拿到他包括你 他就死了 其實我記得第一次玩的時候 真的 真的 很難過 因為他好像故意 即使你是第一集的高手 你都會中他的手 因為他上下左 有不同角度 這樣攻擊你 好 去到二週目的第一隻 波士 其實波士又不是會特別難過 只是我覺得比較 哎 又爆了 不要緊 拿到鑰匙 立刻穿回規格 當你穿了銀色規格 那你只要開兩個寶箱 就會有金規格 那你只要開兩個寶箱 就會有金規格 那寶箱 即使你不開 他都累計 你 即是 處了一個寶箱 所以第二個寶箱 就是金規格 第一個不開都會問題 好啦 然後 哎呀 掉了 那些 都幾小 那些掉下去的位置 都是那句 你要快 但是不要心急 哈哈 而且你真的有些說運氣 其實都是 有些位置都是 因你掉死 因你 因你拿其他武器 那些 害鬼 那些 這次是順利的 很多位置都沒有那些 武器逼你要拿 即使你很小心 都沒有辦法避到的 喂 盡快跑啊 跑去前面 有個快的快 去 變大佬 對啦 哇 你在中間那裏停一停 哇 那些火 蝙蝠啊 哇 先用個分析 搞定 欸 這道門是火門 我都沒有刻意去看 哈哈 好 第三關 二針目第三關 今天又打Wing機啦 啊 那我不會拿那個盾 即是 那個 天使 祈禱送給你那個武器 那個武器 那個缺點都 雖然它很強 它是一 八等於你劍五的兩法 即是其他普通武器的兩法 那但是呢 它雖然不是強啊 距離又不是說很短的 不過它不能最強啊 但是它有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 當它有點近距離的 擋住你的攻勢 例如是敲場 它就好像打不到出來 那你有時去到某些位 是很容易死的 而且 尤其是第四關大佬 它好像不夠長 打的時候很辛苦 你未必很輕鬆過到 因為 劍就容易很多 所以我不會轉 那個武器 二周目 我都會繼續用 劍劍 跟上一集不同 上一集我是 由頭到尾 一拿到銅牌 我就用到尾 即使它轉 因為 它沒辦法了 那個機制一定要拿 那這一集有點不一樣 嘩 大家好像看到我很輕鬆 其實 我真的練習了很久才可以 做到這一次 一隻不死 以前家機做不到 家機沒有打 哎 失誤了 每次這位都死 哎呀 嘩 很危險 嘩 嘩 快點被它吃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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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 大哥反而不是 大哥 全部是掌握之內 這些大哥 反而剛才那些難關 真的 你要看海素 真的 嘩 嘩 嘩 有劍真是強 第四個關 第四個關 直線武器 嘩 嘩 你給一些你不是直線的武器 火啊 虎啊 我不是說它 完全 這一集的武器都可以還我 但是 其實在兩者之間 那個 盆 這個 用 魔法的盆 我都會選擇盆 先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它 當你不是金規甲的時候 那個 那個武器 攻擊距離再短了 那 那件事就是 你會發覺 哦 原來你一爆了規甲 你就很容易馬上死 因為那把武器再贏了 那 你想一隻爆機 其實是很難的 你用那個武器 不是迫於無論 你到最後BOSS 我都沒有 這套急 你急是會很容易死的 唉 不要死 嘩 嘩 這套急不了 嘩 好 我剛才那一路不走上路 因為上路有些東西 那一路不走上路 跳都不能跳 這陣子 唉 2加8 唉 我現在也是一個阿伯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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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件事 現在 夠不夠做一套 金甲呢 這一關 唉呀 有劍 正 嘩 嘩 馬上每個人都不同的感覺 唉 這裡有規格 對了 它好像只是某幾個寶箱 才會出規格給你 你走幾多個呢 都不是中那個 即不是某幾個指定的寶箱 它永遠都不出規格 咦 可以開到金甲 這個應該是金甲 行了 這樣就翻盤了 不是 變回原本的狀態 這個是最強的狀態 這個又去到那邊 金規格加鐵 好 好 打到 剛才玩了 還是先打到中間那個 因為打到中間那個 不過蹲下打不到 這個 旁邊這兩個都可以蹲下打 桶呢 通常都不會撞到 剛才那個 最低火的 他又不開啊 也要逼我去旁邊打吧 很怪的 快點啊 走了多久啊 可以了嗎 第五關啊 嘩 他的手抖 一死了就是所有努力爬斧 嘩 嘩 沒事 嘩 走啊走啊 嘩 好危險啊 那些龍呢 好討厭啊 嘩 好少著我啊 因為原來都危險啊 因為爆甲你拿不到那個盾啊 是不是叫盾啊 這裡 我打完自己那兩個 嘩 有劍龍打 你用那個盾應該沒有 嘩 差點被夾死 粉身色 嘩 好了 我換武器了 不是單單 爆了那個盾拿不到 那大劍先 換武器先 我不是去到最後那個階段 我都不會換啊 對了 去到這裡換啊 差不多了 不過如果我剛才沒有那個金龜甲呢 我想求這個武器都求不到 好 好 嘩 這個武器 其實呢 這個武器一炮等於劍的兩下 那但是 他們不夠我怕死 等下先 急著在這裡 嘩 你看他兩下都死了 其實不止兩下 當然啦 那個圖案沒有分別 沒有難度的 其實他更強過劍很多 還有可以擋武器 當你穿金龜甲的時候 你可以擋到武器 那但是 他有個不好的地方 你看他射程去到很遠的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金龜甲呢 他短一折 短很多的 那 你很難預計到 你會不會 爆甲 所以你用劍是比較安全 這個武器 還有 他要金龜甲才能擋到子彈 400多 嘩 差點無鴨 沒事 好 上去 好怕 好怕這裏爆甲 趕著上 欸 推到大火了 咦 勝利狀王 看看行不行 喂 你不要弄爆殼甲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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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蓋 嘩 差點死啊 嘩 走不了 這一下輸了啦 搞定 應該怎樣啦 行不行 他不會去到最後吧 可以 爆兩下先 看見到路西法 最後不是太難打的 應該是爆機 兩發 四發 六發 七發 八發 九發 十發 十下就贏了 好 爆機啦 完成了 那 救回公主的靈魂回來啦 剛才打低了這個路西法之後呢 路西法裡面身體藏著那些 那些人的靈魂呢 就釋放了 最後就救回公主啦 恭喜 大魔界村這個遊戲啦 剛才有說1988年 驅逐的啦 其實當年呢 你要過路西法 其實 承接著第一集的名氣呢 但是 你不覺得在當年的街機 是沒見過這個遊戲 很少見到的 在香港 我在三年區是從來沒見過大魔界村的 我第一次玩是在旺角的零機 那間機店那裡才有 那都已經不是八百年的時候 可能過了一兩年才看到 我也不知道原來出了大魔界村 那 其實 為什麼會沒有 那些機店不進呢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當年CAPCOM剛剛在1988年 推出那個新主機版 是CAPCOM推出的主機版 CP System 就是CPS 第一代啦 我們叫做CPS1 那 就 當年大魔界村呢 是這個底版的第二個作品 那 就 那你想一下 一部新的主機版出了 其實那些機店的老闆呢 他未必 未必會馬上買的 就好像你出了PS5 你都不會第一時間買啦 你都會看定些 有沒有什麼遊戲 你才投資下去啦 那 那 所以那些機店沒有入到這塊板 那 所以那些遊戲 也都不會見到啦 那 就 之前我說呢 為什麼吞食天地1 好像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回響呢 那個原因 其實我覺得都是因為 這塊主機版 新推出 無來而出吞食天地1 那 也是這個原因啦 所以大魔界村庭 之前我玩的吞食天地2 也是啦 恐龍快打那些 那些啦 都是CPS1 這塊底版的 遊戲來的 那 那 到這塊主機版流行的時候呢 我相信真的 Final Fight 出的時候呢 這塊板就多機店有 因為我印象中 很多機店都有 兩部 一兩部的 怎麼都有一兩部Final Fight 對啦 那所以就 想起 那個歷史應該是這樣啦 那 很好笑的 其實呢 原來呢 Talcum 這塊主機版呢 是沒有落任何的房子裡 所以其實有很多 導版的底版 和導版的遊戲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呢 以前打的吞食天地2 那些 遊戲的聲音是錯的 錯錯的 那個原因就是 原來那些是 翻版底版 哈哈 哈哈 我回想一下 我回想一下 背景 我回想過 整件事都是這樣的 那 就 我啦 以前啦 玩這部遊戲啦 是 我是沒有在街機玩的 我是在 世間Mega Drive 買來玩的 我是特地 花了一千元 差不多 來買一部 世間五代 那部 試的Mega Drive 回來玩的 那 那時候 所以我是 在街機玩的 很少 那 那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 打機影片 那這個遊戲正式 做完 玩完啦 那最後只有公主在這裏 大魔界村的下一集是 超魔界村 是 家用機版 那 就 當年我也有超人 在那裡玩的 The End? 後面有個問號的 因為還有續作 好啦 遊戲正式 玩完了 上一集 輸了 是由頭開始過的 今集 輸了是 爆機是Game Over的 好 簽回大名 BOW 好啦 拜拜